字幕提供 刚才我们提的那些作品都是数位世界里面的 NFT也是数位世界里面创造出来的 所以NFT现在好像只限于用在数位作品的交易 是不是 那一些实体的这些艺术作品 像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有一个人把香蕉用胶带贴在墙壁上也变成一个作品 这个好像就不太能用NFT来用 所以NFT有什么特色或是什么缺点或是优点吗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谢谢院长 其实这一块大家其实有一点点小误解 Beeple就我们刚刚提到这个CrossRoll卖出600万美金 后来有一个这个5000天的作品卖了6900万美金 其实他的作品都有附实体 也就是说你买了NFT之后他会跟你要地址 然后寄一个所谓的数位的萤幕相框 他的作品会把它放在里面无止境的轮播 所以你买了NFT他会寄实体作品给你 所以反过来我可不可以买一幅实体的话 你附一个NFT给我 其实也是可以的 所以逆向操作 所以我一直有一些人会一直说 NFT是不是会取代掉市场 取代掉传统艺术我觉得不会 他是扩增 扩增 所以有的艺朗或有的创作者 他可以说你不可以分开卖 你一定要合在一起 像Beeple就会提醒他的厂家说 因为有编号 NFT有编号 实体也有编号 27号 你要就一起保存一起卖 有的作家就会说 你可以留实体卖这个NFT 你可以换一点钱 那你也可以留NFT卖实体 所以这其实可以让一个创作物或创作品 有更多的交易或流通的机会 对 你的意思就是说实体的一些艺术创作品 也可以创造一些NFT来跟他绑在一起 没错 没错 像一个有点像凭证吧 如果买过艺术品 就知道有时候会有一个证书 证书上其实会有张说图 你就把NFT当成是这个虚拟证书 然后上面有一张满版的图片 所以我讲一个极端好的 譬如说像是蒙娜逆莎的微笑 那你可以弄个NFT 说这个NFT就是蒙娜逆莎的微笑 类似的一个token 所有权 那如果有一天蒙娜逆莎微笑 譬如说有人真的要把它买下来 譬如说100亿台币买下来 其实他可以拿到这个NFT 他说我把它买下来 说蒙娜逆莎是我的 可是我还是让他留在罗浮工 可是你看他的时候要知道说 他是我的 因为他的NFT在我手上 这个意思 没错 其实除了虚实 会有一个这样的误解 大家以为只有虚拟之外 其他另外一个误解 是大家以为说 这个NFT是所谓去中心 其实也不是 我觉得他是半中心的 像刚刚院长讲的这个例子 只要这个NFT是罗浮工认证 加上这个达文西基金会认证 说这个token是代表了蒙娜逆莎持有权 那么我相信是会有人愿意用百亿的价值去购买它 这就是朗布和ร虚拟的价值去购乱 就像标识的传感 是广角色的 就是朗布的东西 就是了